长在大海里的它们 在工厂化车间里是怎样生长的 人工养殖斑石雕 如何才能创造更高的效益 陆海接力的生产模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斑石雕养殖技术 广告之后农广天地即将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来到农广天地 我是王坤 说到斑石雕 很多人都知道它价格不菲 但它鲜美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 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珍贵的海味佳品 一直以来深受人们的欢迎 在自然海域中 斑石雕产量很小 很难满足消费市场的大量需求 如今人工养殖斑石雕 正好缓解了这一自然资源的稀缺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美丽的斑石雕 是如何进行人工规模化养殖的 斑石雕体态优美 周身亮丽 鱼身上的银纹与黑褐色斑点结合 在灯光下发出梦幻般的色彩 因而也被称为梦幻之鱼 斑石雕体形呈长卵圆形 头小眼大 鳞片细小紧密 嘴巴突出 呈三角形 非常的坚硬 咬合力很大 可以咬碎贝类坚硬的外壳 斑石雕肉质细腻 口感鲜美独特 胶原蛋白丰富 并且富含多种氨基酸 与不饱和脂肪酸 营养价值极高 在日本料理中 具有刺身绝品之鱼 另外 它还可以利用清蒸 红烧 煮汤等烹饪方式 做成味道鲜美的菜肴 陆海接力养殖 它是一种陆地工厂化循环水 加深海网香养殖 相结合的养殖模式 那么为什么要利用 陆海接力这种养殖模式呢 这种养殖模式 可以在五月份到十一月份之间 放到深海网香里以后 可以极大的节省 人工费用 水电费用 因为在网香里养殖 它是一个很接近自然的环境 它运动量比较大 因为受水流的影响 它一直在游泳 所以它的鱼活力也比较好 很健康 并且在我们网香里养殖 可以摄食一部分的自然耳鸟 利用这种模式养殖班式雕 一年的时间就可以生长到500克左右 达到上市标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班式雕是如何利用这种新型的养殖模式 来进行养殖的 当班式雕生长到6厘米时 就可以作为鱼苗进行人工养殖了 在放苗前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需要用到大量的海水 因此养殖场要建设在离海边较近的地方 这样就方便抽取地下海水来进行养殖 在投放鱼苗之前 首先要把养殖设施准备齐全 如养殖池要进行消毒 注水 增养设施 安装就位 循环水设备运转正常等 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 就可以投放鱼苗了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对于苗种的投放时间没有严格限制 一般会在每年的3月底 4月初 进行苗种的投放 每立方米水体的投放密度 在50到100位 可以根据换水量的大小 调整相应的养殖密度 养殖池的水位控制在70厘米 水温保持在18到28摄氏度就可以了 鱼苗下吃之后不能立即四位 因为鱼苗的长途运输和生活环境的改变 会导致斑石雕出现应激反应 在24小时之后才能适应新环境 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四位了 斑石雕在循环水车间养殖中 使用的是硬颗粒海水鱼专用配合饲料 投喂次数可以根据鱼体的大小来做出调整 投喂量根据鱼的摄食情况 水质情况灵活掌握 体长6到8厘米的鱼苗需要投喂2到3号饲料 每天投喂三次 分别在早晨6点 上午11点 下午5点进行 投喂量占整齿鱼体重的3%至4% 当斑石雕与鱼苗长到8到10厘米时 饲料规格需要更换为3至4号料 投喂次数改为每天两次 分别在上午8点下午4点进行 投喂量占整齿鱼体重的3%到4% 斑石雕对水质要求非常严格 由于是高密度养殖 因此养殖池每天要勤换水 换水量为每1到2个小时 将整个养殖池的水全部更新一次 每天的换水次数要达到12次 甚至是24次 也可以根据鱼的养殖密度灵活掌握 要定时检测水温 水温可以控制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 量好的水质条件 才能保证斑石雕的正常生长 斑石雕它是对水质的要求挺高的 我们每一个养殖池里边 你看我们四个角 然后每个角有一个暴起盘 暴起盘的作用 第一个可以增加它的溶氧 然后第二个可以就是 让溶氧在养殖池里边 比较均衡 就是防止斑石雕巨坠的时候 你比方设施巨坠的时候 造成它溶氧的不足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暴起盘可以把水里边 一些小颗粒的一些有机质 然后通过暴起作用 然后到了这个池子的表面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 残物的这种方式 然后把这种杂质给它去除了 然后保持水质的一个干净 除了保持良好的水质之外 它们的养殖场 每隔一周就会清理一次养殖池 清理时用刷子 将池中的污物刷到池子中间 然后通过排污的方式进行去除 这些污物会由一端的水处理设备过滤 然后经过微生物分解 水体达到养殖标准后 再循环利用 因为这里采用的是 陆海接力的养殖模式 所以在大规格鱼种转移之前 要选择好适合养殖的海域 架设好网箱之后 才能进行转移 在我国的山东地区 每年的五月中下旬 海水温度达到15摄氏度左右 这时候就可以把车间的大规格鱼种 转移到大海的网箱中养殖了 其他地区的陆海接力 可以根据当地的水温情况 调整转移时间 转移时 要先将大规格鱼种 装入专用运输车辆 到海边之后 再转移到运输船上 到达养殖海域后 用专用的捞网 将大规格鱼种 扣放到网箱内 养殖密度按照每立方米水体 食尾来进行投放 投放完之后 为了防止水鸟吃鱼 或者是班石雕跳出逃跑 要在每个网箱上面 夹盖一张网 以保证养殖安全 当到了11月份 班石雕生长到500颗左右 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如果是想分批次销售 这时就要将班石雕 转移到循环水车间 进行养殖 等待上市 当班石雕进入网箱养殖后 体长达到10厘米左右 这时就进入了 成余养殖阶段 养殖管理也会根据环境的改变 做出相应调整 从我们陆地循环水 移到我们山海网箱里以后 由于环境的改变 从水温还有风浪 水流方面有所改变 所以涂到网箱里以后 大概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才能开始设施 网箱中养殖的班石雕 由于活动量的增加 食欲也会增加 当鱼的体长在10至15厘米时 饲料更换为4到6号漂浮料 每天的投胃次数改为三次 分别在早上6点 中午12点和下午6点进行 投胃量占整箱鱼体重的2%到3% 当长到15厘米以上时 每天投胃两次 可以在早晨7点和下午4点来进行 投胃量占鱼体体重的1%到2% 班石雕在深海网箱养殖过程中 工作量并不是太大 主要的工作就是 投胃饲料和检查网箱的安全 但是在网箱养殖其他鱼类 是需要更换网衣的 那班石雕的养殖 为什么就不需要来更换网衣呢 它比养殖其他的鱼类 有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清理网衣 可以把网衣上附着的牡蛎 海虹还有藻类 捉食下来 所以我们养殖期间 不需要更换网衣 班石雕是一种生性凶猛 抗性良好的鱼 疾病非常少 但是日常病害的管理 也要遵循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 保证饲料质量与水质安全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发生病害 可以咨询相关鱼业专家 及时治疗 保证养殖安全 通过我们这两年的养殖效益 以及我们市场的跟踪情况来说 它的效益还是比较可观 然后综合的养殖成活率 接近90% 而且这两年 我们市场的价格 一直在维持在100块钱一斤 然后我说的是一个批发价 所以他们养殖户 养殖的收入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看上去和普通网乡 没有明显区别 但这种网乡却能在深海海域 达到最佳的抗风浪效果 坚固的框架 结实的网衣 稳定的毛泊系统 网乡里的鱼 就能安全健康地生长 深水大网乡 安全又高效 广告之后 浓广天地继续播出 陆地工厂化循环水 与深海网乡乡结合的生产模式 让斑石雕逐渐走上了规模化养殖 其实在我国绵长的大陆海岸线上 有各种各样的海水养殖设施 网乡养殖 伏法养殖 雕龙养殖等等 听说在海南省 有一种被称为 海上钢铁侠的网乡养殖模式 能抵御14级强台风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钢铁侠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传说中的钢铁侠 位于海南省明高县海域的 一处养殖基地 据说这里是亚洲最大的 深海网乡养殖基地 天刚刚亮 渔民们已经登上渔船 船行驶在大海上 离岸边越来越远 甲板上渔民们 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由于路途较远 有的渔民已经睡着 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 一个个圆形的网乡 陆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随行的技术人员 福亚武告诉我们 这就是钢铁侠 它真正的名字叫 深海抗风浪网乡 远远望去 一排排网乡 纵横交错 延伸至大海深处 那么这网乡养殖区 为什么要选择离岸边 这么远的海域呢 平时的管理 岂不是很不方便 经过福亚武的介绍 我们得知 养殖区的海域选择 是有严格要求 选择养殖海域时 首先要考虑 这片海域的水质 是否达到养殖标准 在大海中 有这么一个规律 那就是离岸边越远 海水水质越好 因为距离岸边越远 海水越深 水的流速越快 流量也越大 并且受岸边地表浸流 或者其他排放物的影响 也就越来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 它们的养殖区 离岸边这么远的原因了 一般深海养殖区 要离海岸五千米以上 另外 在选择养殖区的时候 还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养殖海域 风浪的大小 一个是海底抵制 选择养殖海域时 一般选择风浪较小的海域 虽然这种网香 能够抵御十四级的台风 但是太多的强风浪 会降低网香的使用寿命 也会影响鱼的生长 海水流速 在每秒五到十五厘米的海域 是理想的养殖区 另外 海底地势平缓 抵制为泥沙的海域 对于深海网香养殖 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平缓的地势 不会产生漩涡和激流 柔软的泥沙 便于毛泊系统的安装和固定 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 这片海域 就可以利用深海网香 进行养鱼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海域中布置网香 也是有要求的 并不能因为海域广阔 就随便安放网香 我们这边海域肯定是有那个承载力 这个海域不能说 随便投放 就像这个海域能投放多少 多少网香 哪种规格的多少 产量多少 来规划那个海区 密度太密的话 就产生那种疾病啊 等等 窃疆啊 那种 所以说必须要好的规划 为了进一步了解 这种深海抗风浪网香的结构 我们的船在网香边上停了下来 乍一看 它与普通的网香 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只是在个头上大了一些 经过了解 我们得知 这种深海抗风浪网香 有不同的大小规格 舟长有60米的 80米的和100米的 它的网衣可以延伸到水下 7至12米 而养殖区海水深度 要达到网衣长度的 两倍以上才行 所以这种网香 要在水深15至40米的海域使用 难道就因为它个头大 就能抵御14级的台风吗 想要了解它是如何抵御14级台风的 就要先了解它的结构组成 深海网香 按其系统组成可分为 框架系统 网衣系统 毛泊系统三个部分 系统各部分的材料选择 结构设计 制作与安装 直接关系到网香系统的抗风浪 耐流性和养殖生产的安全性 那么看似简单的 网香框架里面 都有什么学问呢 目前海洋养殖中 所使用的网香框架 大都是方形和圆形的 我们看到 这个养殖区所有的网香 全都是圆形框架结构 那么圆形框架 与方形框架 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 圆形框架 要比方形框架 在制作工艺上困难一些 既然制作困难 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圆形的呢 这里面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方形网香 是有边角的直面 在水中所受的阻力 会更大一些 在拐角处会出现 硬力集中现象 事实证明 多数方形网香的破损 都出现在拐角处 而圆形框架结构 构造均一 没有拐角 外力容易分散 因此 相同材料的情况下 圆形框架比方形框架 可以承受更大的水流和风浪 并且在相同用料的情况下 圆形网香的容积更大 能养更多的鱼 我们新组装的抗风浪网香 这个网香主要是有两根大管 采用的材料是高强度的 P100气息 它的耗度是355 然后再有46个工资架 扣住两根大管 铲车可以把它弯成一个船 然后再探结 在探结过程中 它每一节这种 都互相堵住一个风口 采用每一节都要不要漏水的影响 福亚武所说的PE管 是一种高强度聚乙烯材料 它具有强度高 耐高温 抗腐蚀 柔韧耐磨等特点 可以说 它是一种强度很高的塑料 强度超过一些金属材料 它的使用寿命可达10年 所以是制作网箱框架的理想材料 有了坚固的框架 网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网衣一旦破裂 整个网箱的鱼就会逃至大海 会给渔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网衣最好采用 经过抗紫外线工艺处理的 无解网衣 这种网衣强度高 安全性好 使用寿命长 还可以选用防附着处理的网衣 这样可以延长 那点台风啊 就是我们采用的传统的木桩 来安装深海抗衣量 网衣呢 虽然网衣没事 但是呢 整个整个木桩 固定系统要出现问题 就像一根桩 一根桩一掉拔出来了的话 整个网衣的固定木桩 全部都拔出来 为什么呢 在海上的浪打过来 只有两三根受力 如果一根出来的话 整个框架都顶不住那种风浪了 所以那一年损失了八千多万 现在的四十千长期 我们现在 现在研究这种 新的这种 抗风浪的系统 福亚无所说的 新的抗风浪系统 到底是什么样呢 看 没错 就是它 您也许会说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泥块吗 也太普通了点吧 您可别小看这普通的水泥块 它们养殖基地 几千个网箱的命运 全都记在它的身上 这块水泥块重达四吨 每个网箱下面 均匀分布着十四块 它的特别之处 就在于它的形状 将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块 切掉一个角 绳子固定在这个斜面上 当绳索在斜面上拉动时 水泥块的后半部分 会翘起来 而前半部分 由于受力较大 会斜插入到海底的泥沙中 增大了阻力 同时还能缓慢地移动 这样就不至于使绳子崩断 而这十四块水泥墩上面 还有十四根140米的缆绳 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缆绳呢 应该有缓松力 有足够的缓松力 也不说我们那个浪的打气 不能崩得太紧 2012年过来呢 我们采用这种固定系统 前几年的海鸥啊 微码树啊 到四四十五级 我们的网线海上 都是一眼安然无恙 为了确保养殖安全 更换网衣 也是他们经常要做的工作 一个网衣使用一个月就需要更换 有了坚固的框架 结实的网衣 稳定的毛泊系统 网箱中的鱼儿就可以安全健康地生长了 福亚武说 网箱里养的是金苍鱼 这一口八十米的网箱 半年时间就能产出五吨鱼 为了应对市场需求 他们基地的几千个网箱 进行分批次的养殖 保证一年中多个时间段 都能够有余上市 这样就不会由于集中上市 导致市场饱和 甚至消化不了的现象 深海抗风浪网箱 的确是安全又高效 利用深海海域进行网箱养殖 既缓解了日益减少的渔月资源 同时深海的良好水质 又让水产品更加安全优质 也让渔民朋友们 从中收获了更高的效益 好了 今天的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你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